深山里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阿嬷不断哀嚎 阿嬷一次惊笑过度回不了话 民众经过这里看见她独自一人躺在这 赶紧上前搀扶终于慢慢走上 阿嬷心情似乎还没有平复 一下说自己在这边睡了一天 一下又说两天 身上也没有带任何证件 就怕有个万一民众赶快先报警 就在10号上午 这对热心兄弟党来到花莲 万荣乡万荣村产业道路工作 当时听到一阵惨叫以为是山腔 结果凑近一巧发现有轮椅 再仔细一看 竟然有老人家躺在边坡上 赶紧上前支援 阿嬷从边坡跌落至少摔了五六公尺 但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只有一些擦错伤 警方获报后也发现阿嬷的家属 早在9号就已经向警局报案失踪 调一件事器也确实发现 阿嬷中午自己推着轮椅慢慢走去山区 亲戚透露阿嬷平时自己住子女偶尔才会回来 因为有些失智 所以最近常常像这样走失 协议救护下老妇人身体无恙 平安有家人孩童返家 警方再一次赴一家中有失智长者 应在她其身上放置既有年纪身份 联络住址电话等相关资料 亲戚阿嬷及时被人发现 最后平安回到家 TVBS新闻高知宏 李佳燕花脸 咱们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